大家好,我是中国第22批复离维和建筑工兵分队何雷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南线仅6公里的中国维和营区地下防空掩体 我们在去年巴以冲突以后顶着极大的安全风险进行轮换 执行南线工程施工、人道主义援助等维和任务 在地区局势错综复杂、安全形势日趋紧张 工作条件、艰苦危险等多重考验下 我们逆向而行 坚定履行大国使命 担起大国责任 对于我们复离维和建筑工兵分队来说 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 警报声、枪声、炸弹声等等都不绝于耳 火箭弹、无人机、广来不断 战机时常在头顶释放巨大的音爆 进行威慑 距离我们营区爆炸点最近的不足一公里 弹片砸落在营区 我们每名为何官兵 无论是在执行任务还是在营区 都要求全程佩戴防护装具 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交火 恐怖袭击 等险情 每次遇到险情 拉响防空警报后 无论在干什么 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执行 预案派速进入掩体 等待下一步命令 为了稳身应对当前的复杂形势 我们严格落实三级防护 利用实战背景下锤炼实战能力 升级改造营区的全方位防卫攻势 优化调整安全防护警戒部署 全员更换防护装具器材 增设了遥控报警等补充报警方式 此外 着眼于长期依托地下掩体 开展工作和生活的实际 我们在防空掩体内 增设了战备食品 医疗器材 通信设备 日常用品等六类一千余件 防护保障物资 持续优化改进掩体的生活条件 在掩体出口 增设了铁网预防无人机攻击 在通道内构筑双层床 改善睡眠等居住条件 结合现实条件 进一步优化了一日生活制度等等 自部署以来 我们全体官兵 以顽强的意志 过硬的作风 专业的素养 圆满完成了各项联合国赋予的任务 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中国标准 中国速度 中国品牌 践行了中国军人为和平而来的 政争誓言 履行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截止到目前 我们已经在掩体连续度过了十余天 所有人员全部在港 所有人员全部在港 状态良好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我们一定牢记使命 不负重托 坚守岗位 圆满完成此次维和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